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咳嗽 呼吸急促和疲劳 但是感染德尔塔变异DU之后是否仍然出现类似症状呢 对此 美国病毒专家表示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异 麻州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安德鲁川是新冠症状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他一直在通过一个监测症状的应用程式跟踪来自英国 美国和瑞典的数百万病例 Chan的一份研究表明 那些接种疫苗的人对德尔塔有很好的比喻力 突破性感染非常罕见 而且往往产生较温和的症状 持续时间也较短 Chan说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症状更像普通感冒 患者仍然会出现咳嗽症状 但我们发现流鼻涕和打喷嚏的发生率更高 他补充说 头痛和喉咙痛是其他最主要的症状之一 比前原始病毒的症状如发烧和味觉 嗅觉丧失的报告变得较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纽约市的儿科医生说 他们在儿童身上看到了许多与新冠爆发以来相同的症状 更严重的病例往往出现在未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中 尤其是那些患有糖尿病或肥胖症等基础疾病的青少年 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儿科主治医师Sally Permer说 一些幼儿或低龄儿童也会转为重症 但医生并不清楚为什么有些儿童的症状会明显重于其他儿童 由于未接种疫苗的病人占了绝大多数住院病例 因此他们的症状显得更加严重 如呼吸困难 胸部持续疼痛或压迫感 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染性几乎是原始毒株的两倍 与水痘的传染性一样高 它在体内迅速复制 患者的鼻腔和喉咙里会携带大量病毒 更多之时感染德尔塔病毒后三种常见症状 德尔塔变异病毒株 最常见的相关症状包括头痛 喉咙痛和流鼻涕 研究人员表示 最近在英国扩散严重的 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德尔塔变异病毒株 最常见的相关症状包括头痛 喉咙痛和流鼻涕 领导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 Tames College London遗传流行病学教授史派克特 Tames Tector表示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显示 率先在印度发现的抖车变异株 症状就像虫感冒一样 这些透过应用程式APP所搜集到的资料 是ZOE新型冠病毒疾病症状研究 ZOE COVID Symptoms Study的一部分 ZOE是史派克特共同创办的保健科学公司 史派克特说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现在的表现不一样 更像是重感冒 人们可能以为得到的是某种季节性流感 依旧外出聚会 我们认为这衍生许多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最多的症状是头痛 然后是喉咙痛 流鼻涕和发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NHS 点形的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毒疾病症状是发烧 咳嗽和嗅味觉丧失 史派克特则指出 以Delta变异病毒株造成最常见的症状而言 咳嗽排名第五 而嗅觉丧失并没有进入前十 资料显示 Delta变异病毒株比率先在英国肯特郡看着发现的Alpha变异株至少高出40%传播力 并且似乎让住院风险加倍 它同时也削弱了疫苗的效果 特别是仅施打一剂时 英国推广优先族群快速接种计划 意味着大多数高龄人口已接受完整的两剂疫苗接种 但年轻成年人族群可能仅完成部分接种或从未接种过疫苗 根据卫报的Guardian一篇分析 英格兰仍有高达三分之二人口尚未接种疫苗 来抵御Delta变异病毒株带来的有症状感染 史派克特说 我认为这传递的讯息是 如果你还年轻且以轻症表现为主 可能仅感觉像是重感冒或一些不适的感觉 请务必待在家里并接受快筛 针对正在全球肆虐的Delta变种病毒 世卫组织称现有疫苗依然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虽然不会完全阻断感染 但至少能让患者免于重症或者丢命 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科学家Sonia Samina 本博士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报告显示 接种过疫苗的人情出现了感染病例 尤其是带有Delta变异病毒的病例 但其中大多数是轻度或无症状感染 Swein-Minev-N警告说 接种过疫苗的人仍然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并传染给他人 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官员一直敦促人们继续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他补充称 但疫苗肯定会大大降低严重住院和丢命的几率 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透露 Delta变异新冠病毒目前已扩散至超过104个国家 全球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恶化 对生活、生计和全面经济复苏的威胁正在加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O预计,这种变异病毒将很快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流行肚珠 在美国,据官方统计,近期几乎所有的住院和丢命都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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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